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基督教的目的是抵挡攻击教会的罪恶 并除掉任何兴起的丑闻 在教会使用这权柄时应当注意两件事 第一 这属灵的权柄必须与政府的刀剑权柄完全分开 第二 施行这权柄并不是由一个人决定 必须由合法的团体开会决定 早期教会仍属纯洁之时遵守了这两个原则 那时圣洁的教母团施行这权柄 没有以罚钱坐牢或其他属于政府处罚的方式 反而唯独根据主的圣道以合宜方式 教会最严重的处罚就是开除会籍 这是最后的警告 只有在必要情况时才使用 教会的惩戒并非使用武力 乃是满足于倚靠神话语的大能 简言之 早期教会的钥匙权柄 就是表明保罗所教导 关于牧师的属灵权柄 他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极度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六节 所以为了避免福音教义成为人的笑柄 这一切是借着传扬基督的教义真理来施行 凡自称是属于教会 信徒家庭的人 都当按照圣经真理来受检查 然而除非教母职份 有权照人做私下的劝诫或更严厉的纠正 否则无法实行管教劝诫 教母团必须有权停止那些犯罪不悔改的人来领圣餐 以免这大灾的奥秘受玷污 因此 虽然保罗说教会没有审判教外之人的权柄 但是他却教导 反属于教会的子民 都当服在教会的管教劝诫之下 纠正其恶行 这等于是暗示当时众信徒毫无例外 必须服在教会的检查审理之下 根据以上所说 教会权柄并不是一个人所能随意实行的 反而是在长老团手中 长老团对教会而言 就如示意会对城市一样 主后第三世纪的居普良 说到当代实行教会权柄的 是监督与整个教母团 教母团的讨论过程 也容让会众参与 他说 自从我开始做监督起 我下决心不在教母团的劝勉 和百姓的赞同之外做任何事 然而早期教会 一般都是众长老负责实行教会的权柄 教会中有两种长老 一种负责教导 圣职人员 另一种负责教会的成见 代职的信徒领袖 这制度逐渐变质 恶化到现在的光景 到了第四世纪安波罗修时代 教会的权柄完全是圣职人员所实行的 排除了治理长老信徒 他抱怨这情况说 旧约的会堂以及后来的教会都有长老 并且教会若无众长老的劝戒 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不晓得 这做法为何因忽略而被取消 可能是因着懒惰 或因有学问的人的骄傲 想只靠自己来决定 这敬前的圣徒 若看见现今天主教会的教皇专权 他会感到何等悲愤 教会到了中世纪更加恶化 教皇与主教们不愿负责惩戒事工 就设立了教会法官来带打 他们与世俗法官没有区别 使用世俗法律的刑罚 却仍称之为属灵权柄 教会法官沦为主教们的打手 一样贪赃枉法诡诈形式 使教会变成贼窝 与早期教会相比 就如黑暗与光明之别 教皇与众主教作为教会的监督 其职份权柄是属灵的 如今却掌握属士的大权 这是违反其属灵职份 他们宣称自己也有刀剑权柄 这是背离圣经 主基督自己说 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他表明牧者的职份 与君王的职份截然不同 范围差别甚大 不能都归在一个人身上 旧约在律法颁布之后 摩西担任统治领袖 祭司职份交给了亚伦 显示一个人不能兼任这两个职份 并且教会从旧约到新约 都是这样两职区分 早期教会仍遵守神旨意的时期 没有任何主教监督 企图抢夺刀剑权柄 事实上在安波罗修时代流行的格言是 皇帝对祭司职份的贪心 胜过神父对君王职份的贪心 众百姓皆知 皇宫属于皇帝 教堂则属于神父 教皇与众主教抢夺刀剑权柄 揽下世俗事物是不务正业 主基督专心于传道圣工不容分心 他说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独家福音》十二章十四节 使徒们认为 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时 是极为不合适的事 教皇与众主教 与使徒相比算不了什么 难道他们能比使徒 多做百倍吗